由蕭靖嵐林夏梅主演的無線劇集《十二傳說》 早在2018年年初已經完成拍攝了 但被迫放在倉底超過一年 今個星期終於啟播了 其實《十二傳說》之所以能成為一眾觀眾最期待 和網絡討論度最高的劇集 最主要原因是故事將會以香港多個都市傳說化為劇情 但出奇地當中竟然完全沒有一個關於港鐵的都市傳聞 其實在香港廣泛流傳過不少有關港鐵的都市傳聞 例如有不少網民都表示 曾經在乘搭往條頸領方向行駛的列車入面 兩次途經太子站 除此之外還有彩虹站神秘中間露軌 1981年女生墮軌事件 1993年狗鐵鬧軌廣告 以及廢棄的臨時站和屈地站